欢迎收看Money DJ财经新闻 我是丁玉山 近几年纺织产业虽然受到大陆 以及韩国大量而且低价的产品竞争 但是台湾纺织业者 还是可以在市场上面维持竞争力 主要除了透过不断研发高精能新品 来提高产品价值 也设法降低成本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面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而要能够投资研发而且降低成本 相当重要的营运模式 就是一贯化的作业流程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一贯化大集团 力宝龙集团 旗下纺织产业就有两家上市公司 包含专注在巨子家公司领域的莉莉 以及尼龙相关产品的莉蓬 这回我们记者也实地参访了 力宝龙集团位于彰化的厂区 深入了解集团是如何从一个彰化地区的小布商 到现在已经成为横跨尼龙巨子两大领域 并且从巨子抽丝到家公司夹链 甚至织布燃整一贯化作业的大厂 是我们可以看到力宝龙集团厂区辽阔 它在彰化的方院工业区 它就占了该工业区一半以上的土地用地 那其中呢包含了巨子总厂 尼龙化仙总厂 家公司夹链总厂以及纺织厂 此外呢公司还在中立设置了夹链厂 杨梅设置了纺织燃整厂 公司的创办人郭慕生先生白手起家 他在民国3040年代 在彰化开启了一间小小的布行 专门做零售跟批发布料 到了民国64年呢 因为当时印花布的市场需求暴增 他看准了商机 北上成立了利鹏公司 并且在土城设立厂房 专门生产热转印花布 搭上了市场热潮 销售畅旺 而随着60年代大陆市场开放 公司的老鹰牌印花布 曾经占大陆进口印花布的七成之多 后来呢又因为适合印花布的家公司不服使用 所以公司在民国68年在集资成立了利利 专门经营锯纸家公司生产 来供应印花胚布的原料所需 而随着公司在锯纸领域布局完整 民国89年公司跨足了尼龙领域 在利鹏下设立尼龙总厂完工并且开始生产 在96年呢 跟莉莉共同整合两家公司的锯纸 尼龙 长鲜织布 燃整等等产品 合资成立了利保隆集团 了解公司的发展故事 可以看得出来 公司在纺织产业当中 长鲜领域布局完整 透过锯纸 尼龙原料 聚合生产出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 关于公司主要产品组合 以及营收比重 请辛杰来分析 是 集团的产品呢 经过数十年的研发 衍生出相当多元的品项 我们透过这张图卡可以充分了解 利鹏公司生产的尼龙 主要原料是CPL 那它聚合出来的尼龙粒 可以分为工程塑料集 以及纺织等级 那都可以外售 纺织等级的尼龙粒经过抽丝 跟后加工 可以进入利鹏公司的织布厂 并且加工燃成 生产成品布料 而利利公司呢 是以生产锯纸相关的产品为主 上游的原料是PTA跟EG 而聚合出来的锯纸粒 可以分为纺织级 以及平用纸粒等级 平用纸粒转售出去 生产宝特瓶罐 而后呢 经过回收 可以成为环保回收纱的原料之一 而纺织用的锯纸粒 经过抽丝夹念 而成为加工丝外售 并且有部分会自用于 利鹏的纺织厂来生产布品 所以以目前的营收占比来看 利利以加工丝占最大宗 占了大约七成 其次是平用纸粒 大约占15% 锯纸粒跟原丝约占13% 利鹏呢 则是以尼龙粒占比达67% 尼龙粒占13% 还有平支部占20% 我们开头提到 台湾纺织厂经过数十年的国际竞争 逐渐走出高机能 高价值产品之外 再降低成本的能力 也是其他国家同业难以契集 而利保隆集团以一贯化的生产模式 更能够掌握这两项优势 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来听听公司业务副总张春景 以及集团发言人陈汉清副总怎么说 在台湾的定位呢 可以讲说我们在集图纤织县价公司 在台湾可以有最大 已经奥施了15年 那我们在利鹏呢 这个尼龙呢 尼龙粒的部分呢 已经是世界第二 排名第二 那这个已经是 可以讲这是一个 取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了 那在技术上来讲 我们是做一个上下有缺的整合 那我们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纺织业或许会有一个概念 好像是细养工业 事实上不难 因为台湾在纺织业能够花光花热 就是平的研究开花 所以在绿绑关系系列里面的研发团队 它是多元的 那另外我们早期投入了自动化 那自动化的生产线 可以讲说我们必须有积电的整合 还有一些专业制裁 在自动化就是说 在早期台湾的三家 就是脏的重的危险的都被自动化取代 那绿宝龙关系系列的 五个后卫它也是自动化 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自动化系统 那上下有槌子整合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 Polistor锯子的部分 跟我们尼龙的部分 我们有沙滋染跟后加工 槌子整合 所以我们技术的经验的累积 可以来补我们的客户群 所以说我们很多产品都是客数化的 尤其客数化而且快速的反应 Q4现在讲快速 你快速你从原料到客户要的东西 现在目前讲快速 我们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前下一档布单 第一档布单 45天交后 那是最基本的 但是现在你问这个顾厂来看 你现在接到45天的单 卖过法不可能 一开口是20天 21天 那就已经以前要10成元一半了 那你如果没有 这个上一项也没有办法整合的话 像以前分散的话 你每个关卡再勾个两天三天 基本上不符 所以这个敌贯厂有这个优势 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去看我们生产线 大线小线齐倍 所以你要小量的 快速的我们很快 那你要大量的我们也可以应付 所以整个一半长 那因为我们有支付蓝责 而且我们曾支平支 甚至于我们最新的单位 从6月份开始 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就是所谓的蓝色沙 那蓝色沙这个部分 在杨梅潮部分 也是开始新投入 那等于说我们对绑枝发迁这一块 几乎涵盖的 那我们没有设备的 目前来客户需求的 我们委外代工 刚刚讲过的 我们还有委外代工的OEM厂 也是一样 是属于我们里面的这个 这个产品 所以整个在画线长线这一类 除了短年短缺以外 你在台湾 在粒粒粒棚 可以一次构组 可以这样讲 那现在的品牌很懒 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次来 我要动心一次 一次给我处理掉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后我们 大概粒宝龙的比较大的优势 粒宝龙集团 目前在台湾加工司产能居冠 尼龙粒生产为亚洲第一大 全球第二大厂商 经济规模大 加上垂直整合 以及不断精进厂房设备改造 使得生产灵活调度 可以接受大批量的订单 也可以小量多样 替客户客制化产品 经过数十年的累积 客户群分散 使得订单不会受到单一客户 或者是市场变化影响 关于公司的主要上下游客户 销售到国内各大主要的吹屏厂 胶片厂 外销的部分则继由北非地区 中东地区 孟加拉 意大利 以及中国大陆等等三十余国 其中内销占大约73% 外销占比大约是27% 而力鹏公司主要生产尼龙相关产品 上游原料CPL呢 在国内主要供应商是中石化 另外还有欧美进口的供应商 下游的销售点以占比最大的尼龙力来说 它销售给国内外各大厂 例如台湾的巨龙、巴斯夫 还有一些国外大厂等客户 市场是遍极热日本、印尼、印度、欧洲 跟美洲等地 而生产平支部以及燃整加工呢 客户则是包含了国内外各个品牌厂商的 成衣厂跟剪裁厂 像是H&M 还有IKEA、Decathlon等 其中呢外销占比大约达75% 内销大约占25% 透过辛杰的介绍 我们了解公司背景以及竞争优势 但投资这两家公司 需要观察的重点该放在哪里 此外后续的营运展望 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是利鹏公司以销售尼龙力为主 但透过图卡可以看到 尼龙力的报价 大致上与主要的原料CPL走势相当 而且下游的客户大多是追涨不追跌 因此观察原物料价格往上的时候 公司营运可随之上扬 而利鹏尼龙力产品以外销为主 过往中国是利鹏的第一大出口国 而在中国市场呢 近几年功过于求 利鹏积极开拓中国以外市场 在去年送样到美国印尼的客户 获得认证 预计17年下半年就可以开始出货 此外公司也开拓了来料加工的业务 来赚取公角利润可以成为后续动能之一 而利鹏的家公司产品方面 由于公司具有少量多样的生产能力 而且近年开发环保材质 包含可以节省水资源耗费 而且色劳度较高的高毛利产品 它的出货比重呢 已经提升到25% 使家公司的部门几乎皆可维持获利 观察公司营运、尼龙利以及家公司产品 生产销售持续改善 使得获利能力提升 而未来公司是否在总资产经营效率做改善 像是处分闲置资产 或者是目前来看账上现金充足 公司是否有减资计划 以提升股东权益 都将是未来特别留意的观察重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